有人是给我们算个账 说我们一个星期六个W打底 你这算了个什么账了 算了我直播间里的连麦呀 格局打开 格局打开呀小伙伴 作为这个情感界YYTS的顶流选手 你怎么能够用六个W一个星期 这种数字来跟我对话呢 你真的是 咱们好歹是赛道顶流 你真的是 要不然咱们直播间浓背啊 关成这样吗 哈喽你好 你好 哈喽你说话 你好 哎说话 哎我连到 嗯你说 哎你说 哎哈喽不要退出 不要退出宝宝 你退出我听不到哦 嗯啊好 你说 就是今年27岁 然后本科985 然后说实是在美国读的 然后我全额奖金拿的 所以家里面就是很普通 然后都是靠自己个人努力去的嘛 然后我在两年前 回国来的上海 然后就落户了 现在年薪七十左右 嗯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泽偶方面这边 嗯周围遇到的就好像都没有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反而合适的那种 所以我就呃有点后悔 因为我当时上学那会儿家里就说你趁着读研的时候找对象嘛 然后我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先注重就是提升自己学业啊事业 然后觉得价值到了然后我再去找对象 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回国之后就很难 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再回那个漂亮国去读个博士在这个过程中 在找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我的规划走 就在去年就是口罩期间发生了一个意外 我就跟那个叔叔发生了那种冲突嘛 也是情绪比较激动啊 然后就被进去就很莫名其妙几个月 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有污点了嘛 所以我现在呃很担忧我责我这方面 就事业上还好能追回来 嗯这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为既定事实而担忧 嗯可是就是现在我家里说就是我就变得很被动嘛 现在这种情况 没问题啊 嗯你们的问题在于你要接纳事实啊 那个时间节点没有做的事情 时间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不要做回头找补的动作 做回头找补的动作更耽误时间 你应该接纳现实情况 然后基于现实情况再去看 我后面要怎么去调整的问题 你不要说啊现在好难了 现在遇到那男生没有那个时候合适了 我再回头找找看 没有这个搞法知道吧 你这样的话会让你自己的人生走自己自行的 因为你现在本来事业做的挺好的 你在这个事业轨道上是能出大成绩的 如果说你把你的精力分散了 然后想要去做这个动作 而且还因为这个动作做不成功 然后产生了性内耗 那你就是滑不来 那你就是亏盘子 我的意思是根据我之前的规划 我现在因为做签证 所以没有办法立马去去到美国 然后就不要去了 不要去了 所以说就现在只能暂时在国内这边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那个心态 原来的情况就是 我的行业在国内其实是更适合发展的 然后我是觉得可以被死一个国内的超一线城市 然后美国这样两边发展 然后我如果后面要申宝宝的话 我是希望他能出生在那边的 所以我对我对象的这个就是需求 可能跟我这个镜盘差不多就可以 就是说能够接受两年级发展这种 所以我的理想是这样的嘛 然后我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就我发小其实他现在就是绿卡硅谷150 然后我们同龄 但是这个男生就是我 他也知道我发生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了解我不是本意做的这样的 是个意外嘛 然后其实现在是比较适合就是一结婚嘛 但是我就是对他怎么说那么多年了 就有点像亲情吧这种 就是没有爱情的那种 你看吧 就是你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完全是在给自己立定一个末世友的目标 懂吗 你看啊 本来你自己过得好好的 收入也挺高的 开开心心的 然后呢可以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再去想后面一步要怎么走的 非要去提前设定一个 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点位在前面 然后呢什么 哎呀完了完了 我要开始找对象了 哎呀我要回去找对象了 哎呀我要去漂亮国来 哎呀我这漂亮国找不找怎么办 我去找我发小吧 哎呀我又不喜欢我发小怎么办 我就硬着头皮按头消费吧 为什么要用这种思路 为什么要用这种思路 你是活得太 活得太顺畅了 想给自己找点事干吗 可能还真的就是有一点 之前前面的路都还蛮顺的 我其实之前的想法都是 自己很顺 就是想着发展事业学业这种 然后就回来我26岁读完研究生回德国 然后我家人就说 你现在就缺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好像 就一直在这个 你们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按头消费 不属于自己的诉求 属于这个社会价值 强行给到你的这种伪诉求 知道吗 你现在就是在为一个社会价值 强行给予你的伪诉求 在奔命 然后在耽误时间 完全没有意义 你这样的话还把精力分散了 这是回到我一开始跟你说的 你这样还会影响你自己的事业进程 完全是得选失 对有一点 就是玄金上有一点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事 我跟你讲 你们是在自己在 自己过得很好 充满生命力 充满张力 然后每天对自己很满意的过程当中 干嘛了 吸引到了那些跟你同频的人 而不是放弃成为更好的自我 然后就追逐一个 所谓的跟你同频的人 最后其实你全部是在上下找 那如果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呢 就是我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 因为我没有时间出去 是这样出去那种 我的周末啊什么 全都被占满了 不是叫没有时间社交 我觉得你需要去规划 就是说如果我想谈恋爱 对吧 那我每个星期我得有什么时间段 比如说半天或一天 我起码得去参加一些认识异性的场合 我多去认识人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里边 在所有人面前去释放可能性 展现高价值 然后看一看这里边能不能筛出来 我觉得OK的人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有些东西是核心啊 就是我自己现在能拿到手的 就是我自己的世界成果 这个是不可以放弃的呀 就是我太急了 就是可能回来的时间有点短 所以就感觉 哪有这样的呢 你们你们把自己的人生啊 就过成个神算子了 知道吧 我说要怎么搞就怎么搞 我说这个时候 男一号到位 男一号就到位了 哪有这种搞法呢 就是我周围同学 我就感觉很多 跟我同一年回国 然后慢慢的 就是大家 事也有了 爱情也有了 而且就是既合适又喜欢 我就感觉 怎么别人都那么幸福呢 那是因为别人的不幸福 你看不见 你看到的 你是怎么知道他幸福的呢 看朋友圈 你可真搞笑 别人的时间 别人的世界里面 到底有什么ABCD 你就只看个ABCD 你都看不着 你就选择性相信A 那也有可能是 不是有可能 这是百分百 好不好 就像我这个事情 也没有跟太多人讲 就是好朋友 你自己 在自己的成长轨道上 只要坚定一个方向 就是让自己每天 都在做 让自己觉得感觉 很好的事 这个是对的 不要为了别人的感受 然后突然之间 去偏离轨道 你最后就会发现 你完完全就是 开始兜圈子了 知道吧 对 我现在有点回头走 就是这样的呀 完全没必要 你先安静的想一想 自己内心 到底想要什么 自己觉得 现阶段什么东西 是确确实实 能让我觉得高兴的 且确定性高的事 不要去把时间精力 放在那些确定性 很低的事上面 我对我自己的事业 还是挺有信心的 就这个我确定 它是能按照我的 对呀 所以说呀 在这个事情上面 好好努力 这个就是你该做的 其他那些东西 哎呦 完全是耽误时间 那我真的到了 再过几年 过30岁还没有 你拿出去呢 我告诉你很简单 你现在一年70万 对不对 你30岁的时候 你把你自己奔到200万一年 你再去找个年入70万的 好不好 你们有的时候就是 把那个逻辑 就定在那个地方 定得特别死 你现在觉得 我年入70 我就找个跟我差不多的 我就红好了 你有本事 在你年入200的时候 你能向下去 找个年入70的 你能自我说服说 我其实当年 也只想找个年入70的 我现在就找个年入70的 那个时候 你就自我和解了 懂吗 我其实对于他收入多少 倒还好 我就是想找一个 就是喜欢的 能在一块 那你就是找 我喜欢的就好了呀 那你为什么又要谈什么 美不美国 这里那里的呢 就要合适 要喜欢 啥叫合适 啥叫喜欢 你的恋爱经验够多吗 你的案例样本够多吗 你知道自己合适什么 喜欢什么吗 适合 就是条件差不多吧 你又真的 又回到条件点位上 是不是 你最后又回到条件点位上 那就不能兼得吗 我没有说什么叫不能 关键在于你的重心 不能发生更改 你的生活重心 不能发生更改 那些东西 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好不好 你把你的生活重心 弄到那个事情上面了 我能够把你的命格算死了 到时候事业事业搞不上去 人人找不着 就是这样 对 那个是没有办法在我规划中出现的 所以我现在把自己的 男人的事情不是说靠你在这里做记忆化 能做出来的懂吗 我之前就是谈恋爱谈的也挺多的 然后一直没有想着以结婚为目标 就是过25周想着就是好好赚妈讲的找一个要结婚的 过了这个年龄段你就好了 好吧 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产生这种焦虑也很正常 但是我跟你说过了这个年龄段就好了 这反而好了 你现在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突非常容易出现既要又要的心态 对对是没必要好吧 那就还是先搞自己事业为主 这是必须的 我给你们讲个点这个点叫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说向上生长是永恒的主旋律 对不对 永恒的主旋律 那么如果说你在向上生长的过程当中 你说我有婚恋诉求 或者说我有稳定的情感关系的诉求 我要干什么 我是去习得怎么跟异性相处 让彼此更舒服的技巧 知道吧 相当于我给自己再添加一位技能进来 是这个概念 但是有些核心的主旋律的东西 你是不可更改的 这是我自己要把我的注意力 关注点放在我自己身上 让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在我能够拿到确定性结果的事情上面 不断发力 对吧 你说我刚刚回国 我现在已经能够拿到70个W的年薪 说明我在事业上是能够出大结果的 那么我要做什么 我要在这个点位上面持续去发力 然后干嘛 发力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有婚恋诉求 我有情感诉求 我干嘛呢 我去学一下 怎么跟男人相处 对吧 怎么能够让我在向上生长的过程当中 不过度强势 怎么能够让我在自己越来越牛掰的同时 还能给予情绪价值 然后你就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会呈现一个自己个人价值很高 同时但凡跟你相处 跟你结实的异性 他都想跟你好 明白了吗 你们这个就是把自己这个池子扩得无限大 选择权 扩得无限宽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说啊 自己赚了这么多 我就不需要结婚了 我就不需要找男人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情感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种诉求嘛 对不对 我想要稳定的情感关系 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但是重点其实不是在于 我怎么点对点的去锚定那个目标对象 重点是在于 我怎么能够让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的喜欢我 对吧 那你说说看一个女生 学历又高 收入又高 性格又好 谁不喜欢你 谁会不喜欢你 她只想为了拿下你来不断的靠拢你的诉求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想着说 哎呀我要点对点的去找这个诉求的 那个诉求的 这个条件的 那个那个那个标准的 对不对 你是要让你见到的 认识到的每一个男性 他都想得到你 都想拿下你 然后他不断的把自己的状态 向你想要的那个标准靠拢 是这样的 然后你们你们就这个选择权就无限宽广了 对不对 你选择权快乐之后 你到时候你再慢慢看呗 你着什么急呢 是不是 现在才多大 才二十几岁 欢迎小爸爸 谢谢小爸爸的礼物 爱你 大家帮我欢迎一下小爸爸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角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得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哼哼哈哈十点半小课堂 以及害怕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啊 左上角头将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 我们下播以后 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985的大学身高173体重50身材8分长相8分 然后呃爹爹是比我大20岁 然后他有50个小目标 嗯然后他加了我联系方式之后 我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我有删过他一次 因为我心情不是很好 然后他在没有见我情况下给我打10个 然后我现在问题就是我要跟他提具体多大数了比较合适 啊你刚说你多大18刚成年哦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是通过呃一个共友然后但是那个共友他的呃条件没有那个跌跌那么好 是饭局还是什么对就是正常的饭局然后 你是什么学历我是在985的大学嗯 嗯那你自己心里有没有想法你先告诉我你自己心里有没有想法 我觉得发生 一次的话 100个 我不确定是不是合适 我觉得很合适 就是他在没见我情况下就 啊我知道我这不用说了不用说了 我觉得很合适 我觉得很合适 你就按你的这个想法来就好了 嗯OK但是就是呃因为我之前没有怎么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我觉得我也有点就是心理上障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没关系你不要我你跟我说啊你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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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哈哈你不需要主动提供情绪价值你也不需要主动抛出改缆之好吗你就维持在现在的情绪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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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绪 在这个状态不要动然后让这个人他持绪的去追你他持续的想搞定你然后等他有口子开了比如说他自己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当我女朋友呢这个那个的时候然后你这个时候就说你直接你说那我要100你要同意的话就可以要不然就算了我们就当好朋友就这样 不需要不需要提前给任何情绪价值好吧 那就是现在就是行我觉得他主要是想PC他不是很不重要不重要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不重要不重要他想干什么都不重要我只在乎你想要什么好不好他想干什么都不重要他想要长期也好短期也好什么也好总而言之你现在门槛在这了OK你就以你这个门槛来就好了 那有没有种可能就是在不发生情况下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他可以给我 那太考验水平了我不认为你有这个实力好不好我不认为你有这个水平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工作我不认为你有这个水平然后到时候容易什么呢容易你在这样这样这样搞了之后人家那个男的他就觉得什么 其实这个女生他就是想搞我这样的人他就会产生这种想法他反而觉得你不值了 哈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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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需要跟他我需要就是因为我也是小网红然后我不是很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呃他会就是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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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别人说这种事情了他跟谁说呀他跟谁说呀他跟谁说他拿证据哈哈是你命啊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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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好的好的好吧就这样就这样那如果说就是 哈喽我听不到了 我听不到了 如果说我是要跟他发声完然后我找他拿还是就是在发声前我让他打给我 你是怎么理解我说的话的呀 我说的东西不清楚吗 我说的东西很清晰呀 你就直接怎么跟他说呀 说完了他同意了 你这个账号都发过去了 东西肯定要先呢 你这不是废话 我听不到了 好的好的 还有问题吗 我听不见了 还有问题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我是不是要 就是很在乎他这个米 还是就是说 我要觉得是很认可他的为人 还是这种 我刚刚跟你讲的很清楚 你能不能把我说的话认真听 你可以认真听我说话吗 不要提供情绪价值 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 就是直接跟他谈米是吗 不用提供情绪价值 我什么都不聊 他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然后等他自己开口 我就把我的诉求提出来 结束 懂了吗 大家没有关注的话 我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哼哼哈哈 十点半小课堂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 撕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啊 你们总是喜欢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但凡遇到一个有可能 啊有可能有大的 然后就开始 哎呀我该怎么搞啊 我要怎么 我要认可他呀 我要喜欢他呀 我要这我要那 你才18岁大姐 你们18岁不需要这些东西好吗 你们18岁主打就是个傻白甜 主打就是听不懂 主打就是不可能 不愿意 主打就是狮子大开口 明白吗 你不要在那跟我那的 我跟你们给出方案了之后 你不要再反复跟我搅 我要不要这样啊 我要不要那样 你一反复一搅 我就很毛 你18岁 你主打就是出来 就是没干过这种事 我就是不愿意 核心我就是不愿意 懂吗 这个就是你主打的人设 你再跟我谈别的东西干什么 哎我要不要认可他呀 我要不要给情绪价值啊 我要不要找 我要不要骂呀 你一搞这你就成了个什么 你就成了个外面混社会的 明白吗 你们不要把自己搞成个外面混社会的 任何的人设 它要结合你自己的年纪 为什么我老 我以前老跟你们说 我说你们大学生 你们就穿个白T恤 牛胆裤可以了 不要一天到晚的 把自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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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全上都是名牌 没有意义 你们本来就是没见过世面 就应该给人的感觉 他为什么要这么追求你 为什么他见都没见过 他要这样付出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你是一个清纯的单纯的不经事儿的女孩子吗 他才会这样的呀 然后你还要跟我聊什么 跟我聊 我还给情绪价值 我还认可他 我还这个他 我还那个他 你要怎么着啊 你一上来 你一开口 搞得那个男的就觉得完了 这女的不是从16岁出来冲 你非要给别人一个这种印象吗 对不对 来下一个来 哈喽你好 又被封了 他这个故事一听我就知道这边要封 你最近不要连这样的故事上来了 我让你上火 来下一个来 下一个来 是的 我们这一场之后 我们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这种啊 不吻合核心价值观的故事 我们这 我们这个月都不连了 我们这个 我们里面这种故事 等下个月再来 好吧 你们这个故事等下个月再来 哈喽你好 谢谢你好 可以听到吗 哎可以你说 很高兴给你连迈 就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就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基本盘 我基本盘可能比较差 今年27 然后跟我对象在一起两年半 长相67分 身高163 他没有进我一程 但是比我大10岁 然后有一个男boy16岁 然后我们在一起两年半 他大概花了80W左右 我现在算是在他公司上班 然后感觉 平常队伍也没有很大方 可能是因为我的基本盘不够吧 然后他控制欲又比较强 就是不太喜欢我去游泳啊 打球啊健身啊之类的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可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帅交圈子 所以他一般没在的时候他也经常要出国啊之类的嘛 然后他没在的时候我还是有自己的圈子去运动啊健身之类的 但是这种关系让我久了我觉得挺压抑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你多大 我27 27 那他有说过要跟你结婚吗 他有表达过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开始 他就说他还没有 就还是会有点担心吧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多问题 他也是自己挺辛苦的过来 所以他 他现在身家应该有几千W吧 他对你的付出非常有限 然后对于你的管束跟约束也特别的多 在我看来你肯定是应该自己继续去拓圈的 至于他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 其实根本就不应该给予那么多的关注 因为他的付出实际上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对因为我自己基本上比较差 我有这个认识 就是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再继续怎么样的相处模式 然后第二个就是之前有说过 代求 但是我不太同意 因为我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 想走正常的婚恋 这种结婚程序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就是他如果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 我有考虑说换一个工作重新开始吧 你现在的工作收入是多少 我是跟他一上班 一W左右 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80个是含有你的工资的还是不含有的 不含就是买买包啊 然后买了一部车 但是是月供的 然后有还有20W左右的贷款 是这样子的啊 你要给自己下一个决心 懂吗 因为说白了 你现阶段的这种跟他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 是拿不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知道吧 因为你为什么会焦虑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往前推 推不动 同时你又因为他的原因 斩断了其他的入口 流量入口 那么你就让他也没有所谓的威胁感了 明白吗 因为你没有跟他同等量级的人追求 那么相当于你就成了他的一个付出品 你的工资也靠他发 你的生活也靠他养 所以你 人呢 我在我在 所以你必须要突破这一层 就是你一定要开始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哪怕他在家里发飙 发神经 断供都无所谓 你必须要走这一步 如果这一步你不走的话 那么你现在就是个死结 对我有走 但是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他知道也无所谓 你懂吗 他知不知道都无所谓 上次我有跟朋友他们去骑车嘛 然后他应该挺不开心的吧 后来就是转了3W 让我以后不要有其他运动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很简单 他有这种 这种行为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这个 你退给他 你就说这个事我还得搞 你说以后这个 我要找到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什么东西都围着你转 你说我们两个人之间以后 要换主模式相处 希望你也能做好心理准备 这么跟他聊 你不能 你不能一直想要着这个迎头小利 然后不停的就是被这种 小恩小惠麻痹着 然后就不断的去割裂掉 其他的这种圈子 这样你就始终在这个 死循环里面走不出来 对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那你觉得我有必要就是说 把他pass掉 然后换分工作重新开始吗 还是说怎么样吗 我说了呀 你首先是第一步 你得做明白呀 你自己先把自己摘出来 你该干嘛干嘛去呀 至于他如果在这种情况 他要跟你掰 你就让他掰就好了呀 好的我明白了 那如果我们掰的话 我还有车袋还没还完 我可以问他要吗 你想要就要 但是大概率他不会给 好啊 任何时候就是这样 我有离开的勇气的时候 是因为我对你那些迎头小利 不在乎了 如果说你一直想着 这些小恩小惠的东西 那么你就斩断不了这种关系 是他 他是不是也不是我 适合结婚的类型啊 关键是 他对你没有结婚的必要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点位 就是你得去找到这种必要性 否则在现阶段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结业的好吧 我怎么去理解这个必要性啊 你得有做价值啊 好的好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啊 拜拜 你们又靠男的养 又靠他给工作 靠他给饭吃 完了以后又没有朋友 没有圈子 没有爱好 好 那请问他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反正不结婚你也跑不了 是不是 这为什么关了呢 等哪边啊 稍等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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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播到10点 但是中途可能会断播好几次 那要劳烦大家跑一跑啊 劳烦大家找一找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然后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个时间定时定点给大家开播的 在这个时间 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 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号被封了 无非就是说我看我看我在哪的问题 但是我肯定不会到了直播时间不直播 我到了我的直播时间 我是一定在直播好不好 呵呵 找不到我你们就多找找啊 来他那个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 没有看没有进金贵的社群 或是想找我们一一或者一月连麦 或是参加我们哼哼哈哈10点半小课啊 以及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吗 对多找一找总能找到 我肯定不会不播 不播是不会的 只是说在哪的问题 嗯 哈喽你好 我刚才说了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 然后我需要再重复一下吗 需要 好的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 嗯 我27岁 普通本科 外貌7分吧 然后 1米65 90斤 上学的时候兼职做过 模特 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父母有退休金和医保 但是几乎没有存款 我在二线城市 国企稳定文职工作 月薪六千 她为内 比我大13岁 呃 四线城市 国企工作 年入四十 父亲是当地的大苹果退休 家里有三千左右吧 有一个女娃娃 幼儿园 呃 嗯 我们相处五年 一开始在一个城市 后来一地三年 一直都是她来我这儿 一个月平均下来能有两三次 每天和我饰品 工作和生活 可以说照顾的是无微不至 大到父母买房 小到我每天吃的燕窝海参等 保养品 四年 折算下来付出有二百多吧 然后我存了小一百 她很早之前就跟我提过 要扯快乐症跟我进围城 近两年的也一直在提 我一直没答应 拖到现在 我也二十七了 我就觉得 就是必须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了 我的问题就是 呃 基于我们两个这个基本盘的情况 我和她进围城 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还是说 呃 放弃这段关系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可能 嗯 进围城问题不大呀 如果说你觉得好的话 那可以走这一步呀 如果说她愿意非常实打实的去推进这件事情的话 对 她肯定非常愿意实打实的想推进这件事情 态度很坚定 嗯 主要是 嗯 主要是吧 她 有几个点 我心里就是比较在意 第一个就是有娃娃 第二个是她在的那个城市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我现在非常喜欢我这个城市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这个城市安定下来 嗯 其余的就是没有什么 她各方面条件啊 然后对我呀 我觉得都还可以 是这样子的啊小姐 这个事情呢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 嗯 能干也能干 你自己心里有数 对吧 也不是不能走 走也可以 不走也可以 但是呢 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你这件事情 它 对于你的整个生命的长河来说 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 因为这个人 他的价值吧 也没有那么高 就是说白了 不上不下 走这步也行 不走这步也行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希望你只做一次决定 这个是我想告诉你的 因为你现在27岁 对吧 对 你27岁 然后呢 你自己呢也有一定的存款 你也很喜欢你现在这个城市 其实你还有 不就如果说从走事业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其实你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那么走婚恋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找一个 就是说比他差不了多少的人 应该也是很有希望 不说比他好多少 但是说不比他差多少的人 应该也是很有希望 也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说去放弃这件事 去博一个机会 完全也是OK的 他对于你的整个生命来说 并不会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你在这个事情里面最重要的是 不要耽误时间 无论你是走这一步 还是不走这一步 我希望你只做一次决定 不要做完了这个决定之后 比如说你决定啊 我不要跟他好了 我还是去找我别的可能性 找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哎呀没找着 又回头找补 如果你做这个动作 那么你这个事情就是个亏盘子 对就是这个动作 在这个五年的期间里面 我来回来去做了好多遍 这就是问题 懂吗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 就是 你们总是会因为啊 然后在寻找新的可能性的过程当中 因为遇到了困难 或者说暂时性的没有遇到 或者怎么样 然后总是波动 然后又想回头去脚步 如果说你们老是这样干的话 你就不如走这条路 不能 人不能说你不停的拿一个橡皮擦 在一个答案上面老改吧 你改狠了这个纸 它不是擦破了吗 好的 因为就是 你之前直播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对我出动特别大 说找不到更好的 还能不能过得更好 我现在觉得就是和他分了 我可能就不能过得更好 所以我就非常的纠结 如果你觉得你跟他分了 你就过不成更好 我就建议你就不要纠结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自己能力太差 对不对 自己能力太差 那么我就建议你接纳自我 怎么说呢 我感觉也不是 就是其实刚毕业的时候 我在拼事业的这条路上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也挺努力的 你知道能力指的是什么吗 能力指的是什么 不是你做一件事 能把这个事做成什么样 能力是在于 你的逆伤问题 懂吗 逆伤问题 就是说我在遭遇挫折 或者我在遭遇不顺遂 我在遭遇失败 我在遭遇那些突如其来的状况的时候 我能不能保持稳定 正常输出 这个才是能力 我曾经做成过什么 我做我做成过什么也好 我做的失败什么也好 但是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 我心理素质差 这就叫没能力 你每次再要重新开始干嘛的 然后你又要去找补 每次要重新开始要去找补 然后你这个动作的本质 其实就是因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 能够做得更好 那就是没能力的表现 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那不如就是自我接纳 自我接受 也别在那自己跟自己较劲 我有能力 我止不过 没有止不过 那个止不过就是没能力 知道吧 好的 那然后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结束这段关系的话 我能匹配一个什么样子的 因为就是在这期间也有过家人条件 还不错的人追过我 那条件太好的吧 我觉得就很有可能是短则 我不想进入到一段短则的关系里面 然后下一段再发生一段关系 我就希望是能够进围城的 我跟你们讲任何时候啊 所谓的能进围城这件事 它只有两个点 叫什么呢 要不然就是你降低预期 要不然就是你疯狂的扩大数量 只有这两件事 没有你们所谓的 哎呀我觉得合适 然后方便便都好了 达标了我就能进 没有这样的 要么就是降低标准你就好进 要么就是量无限大 就是这两个事 这个量怎么累积呢 就是现在的工作圈子也很小 然后我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大多数都是40岁左右的人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你要去释放自己的单身状态了呀 我无论是在圈圈里面也好 还是跟朋友之间的社交也好 还是出去玩也好 我无时无刻不在释放自己的单身 且想要走的状态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成为我的信息扩散小喇叭 好的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曲曲您说就是 我现在手里有一定的存款 那我想就是能不能辞职 然后用这个钱去做点什么 你想做什么可以做 但是不能基于这个存款做 不能不能投 这个是我跟你说的 投那就是个死 投就是个死 好吧 想做什么去找一个挣的更多的行业 没问题 找一个更挣的更多的岗位 没问题 找一个更牛掰的圈子带你玩 没问题 但是绝对不能投 绝对不能拿着手上这么点米去投 投那就见鬼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好拜拜 为什么不能创业 创业是一个方方面面的认知体系的综合表现 知道吗 创业能够成功 它是一个方方面面认知体系的综合表现 最后累积到一个点上 它是这样的 你们自我评估一下 是不是方方面面认知体系很完善 要不然你们所谓的做的那点小生意 就算你能挣着点钱 你还不如去跟那个牛掰的团队去上个班 还没有去那个班上的挣的多 你们以为每一个创业的人都比上班的挣的多吗 不是的呀 对不对 你们所谓的什么开个小卖部 搞个这个搞个那的 是吧 那些东西你说一个月能挣几个米 还有一些你看那些做工厂的老板 说起来一年几千万的营额 他的那个毛利率低的要死 都五个点 你说那能挣几个米 他还腾库存 还要厂房 还这还那全部都是成本 还最后拿到手呢 没有几个啊 真正的人家牛的那种公司体系下面的 人家挣的多的 那实打实的都是装兜里的 对吧 他粘入几十万也好 粘入百来万也好 那实打实的都是放兜里的 你们以为呢 是不是 真正能够我们所谓你要真的创业啊 能够到达一个结果 我觉得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年够一百万上 这个 就是说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任何一个公司体系下面 能够拿到一百万年薪的人 都是非常高级的打工仔了 这种人往往啊 也是讲天使地利人和的 但是你们去做一个生意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生意他连一年一百 其实都不能带给你的话 你们真的不如好好的去抱个大腿 好好的去找到一个成长性高的公司企业 然后在里面去抱个大腿 这个还快一点 对不对 千万别以前屁事没干过 就上了个最简单的班 然后出来以后你想创业 说白了就是偷懒 总是不想打工 只想当老板 那老板是谁都能当的吗 对不对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 最近经过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 哼哼哈哈十点半小课堂的宝宝 左上角头上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死我啊 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今天不是人好少 是已经被关了一个了 已经被关了一个部件了 哈喽你好 你好 那个什么 我信号好吗 现在挺好的 你说 那我开始念我的稿子了 基本盘的话 我是97年 然后25岁 颜值的话6到7分 然后在宁夏的四线城市 而且读的是一本 之前家里是做生意的 条件还不错 然后现在条件一半 我个人的话收入是1万左右 然后工作算是特别努力 那一挂的 然后南方的基本盘的话 他是大我17岁单身两个孩子 一个是前妻的 然后一个是外面的女人生的 但是他跟女的 那个女的已经完全断干净了 而且这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然后他糖尿病呢 就引起了这个眼疾 正常的生活都需要人陪伴 然后经济状况的话 是年收入350到500左右 然后之前的经济状况 算是比较好 然后赔了 又东山再起了 现在负债很高 不吃不喝的话 要两年才能还上 而且他的经济状况 是随时可能发生变故的 就是他做的这种行业 然后又因为这种共同负债 和身体的原因呢 他一直离婚 共同那个和身体的原因呢 他一直就是没离家 而且在社会层面的话 他是没有公布自己扯快乐症的 但是我之前在织某宝查过啊 就是确实是有的 但是在大众的眼里 我还是个小C 这一点就很难受 然后我们在一块的话 感情就还是很好的 他的情势价值付出的也很多 因为我之前工作很稳定 跟家庭也可以 所以一直没有让他过多的付出过 就是头头点点可以说是 然后他也说一年把债务还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好好在一起 然后他社会信誉还是蛮好的 所以说就整个人很真诚 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然后因为之前有个项目要一块做 我就离职了 而且我主动是拿了自己的一部分米进去 因为比较想跟他追求平等嘛 然后就各种客观原因就做不成了 然后他最近经济状况发生一些问题 就没法还钱 而且我好要偶尔回那边去 然后我就产生了很大的这种不安感 然后我们俩在一起主要就是我的一些点吧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积极解决 我们俩碰到的各种问题 而且我俩一起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了 而且他的能力确实是特别特别强 而且在这种宁夏的四五线城市的话 就他只要是把那个东西还完了的话 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就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 他没法照顾自己嘛 就是我照顾他并没有感到任何负担 但是家里的话也知道这个事 就怕我以后再成长的话 然后接受不了 然后但是我目前的想法起码是不排斥的 而且他觉得我事业心比较重 因为他很多东西就需要人辅助嘛 然后而且我比较单纯 很多第一次也都给了他了 他就还是比较开心的 然后我顾虑的话就是 他现在经常要回那边去 然后我就心里很不舒服 然后也给不了我很稳定的那种付出 还有就是城市太小了 而且是自己家这边 明夏就本身就是人比较少嘛 然后人跟人之间就都知道 而且家里面就是顾虑他还有两个男孩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因为我事业心还是蛮重的 我不确定就是你是留在他身边等等 就是按照因为肯定听过很多案例了 就像这种话还有等待的必要性 就是我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 妈呀 你把你照片寄给我好不好 你把你照片寄给我 我准备挂墙上拜一拜 我看你就是个活菩萨 真的真的 我说这些话 你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啊 就是这个人这个什么玩意儿 我都没听懂 就听了这么半天 这个人这么吓人 你在干嘛 你在干什么 你救死扶伤 你是在救死扶伤吗 就是因为我 因为家庭原因就是我的安全 啥 很低 然后我就觉得他走出了再也碰不着我这种人 好巧 那是的 我都说了吗 你把照片寄给我 真的 你把照片寄给我 你把照片寄给我 那他当然碰不到你这样的人了 你这样的人 我们直播三年了 我也不就碰到你这一号 你在问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跟你说的 就是他最近有一笔收入 然后我就是因为觉得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他给我 没有的时候找你拿 有了也不给你 对不对 人家就不仅仅是穷 而且呢 还没米呀 还到处欠债 还有两个娃呀 还是别人的 还跟你没关系 你在这儿 你没看懂 这怎么着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懂 你这种人格模型是什么 是激发自己的母爱了吗 还是怎么着啊 你跟他在一起是享受到那种 提前享受到做妈妈的快乐了吗 也不是 那我那是什么呢 我不懂 就是你这个故事到我这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从什么点位上跟你聊了 因为你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是 不是属于人类世界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这种人不应该在人类世界里面发生 你明白吗 我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你在干什么 从哪个点位上我都听不懂 就是 以后不可能会好吗 是吗 怎么好呢 怎么好呢 你刚刚有一个句话最好笑 你们所有的陈述里面最好笑的一句话是 他很有能力 我都不知道他这个能力 你是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我的妈呀 因为他能他能够欠米欠这么多 所以他有能力是吧 你这个点是哪看出来的 就是他总体收入 其实他每个月还能收入50个左右 然后呢 然后呢 反正在你这没有 分辟不出主打陪伴 对不对 因为他分辟不出主打陪伴 所以他爱你爱的深沉 因为他一屁股负债 所以他能力很强 因为他又 什么又跟别人住一块 什么又俩完 这样的话就显得我的这个 道德感 跟灵魂的高度非常的高 是这样吗 你的这个 你的这整套逻辑 我现在就是有点不太明白 你知道吧 就我不太明白 你所有的这样一些 你总结出来的 因为所以 他到底是怎么产生 怎么发生 怎么链接上的 就是赶快分开是吧 赶紧你的吧 好不好 我真的 我就忠心的说一句 就是赶紧你的 好不好 就是下一秒钟 挂了这个麦 就可以再见 这就 要不然咱们这个麦 就白连了是不是 是不是就白连了 你说你好好来花了八百 咱们就说最后一件事 就是他现在挣了一笔钱 这笔钱马上就 要到账了 我怎么才能 我认为你拿不过来 让你父母需要吧 让你父母需要吧 说实话 我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觉得我可以 你可以什么 你觉得你可以什么 你觉得你可以什么 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当中 你做成过一件你认为你可以的事吗 就是他之前很复杂 然后因为我就跟所有人都断的特别特别干净 然后呢这些东西你觉得是因为你吗 人家养你了 人家跟那些东西断干净了以后对你负能了 对你产生价值了 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做一个事 然后他确实在人脉上给到我很多的帮助 然后呢能让你一年多挣多少 给个数 他一年的话 我现在目前的话一年是20个左右 如果这个事能干成的话 如果 如果 意思就是说没有 是这个意思吗 还没发生 还没落地 对 所有的这个人给你呈现的所有东西 统称叫个饼 你吃他的饼就算了 你还让我给你一块吃 现实吗 因为他今天现在不是刚好起来吗 所以呢 那你要体谅他 你要我跟你一块体谅 让人全世界跟你一块体谅 体谅一个跟你根本一毛钱关系没有的男的 你你嘛 趁一屁股 然后身体身体嘛差得要死 还是什么别人的这么俩滑他爹 我们要一起去体谅他 我们跟你一起当活菩萨 这不叫善良 这叫蠢 我反复说千万不要用一个正面的词汇 去给自己的负面行动做总结 你们这一辈子不会成长的 蠢就是蠢 弱就是弱 不要说自己是因为善良 好不好 蠢就是蠢弱就是弱 我反复的说 我们就是要正面面对自己 能行就是能行 不能行就是不能行 认知有缺陷就是认知有缺陷 被人骗了就是被人骗了 被人忽悠了就被人忽悠了 对不对 我段位没他高 我被他忽悠了 那我就认灾 这个就是你后面成长的第一步 否则你今天还在这里跟我聊 用正面的词汇来解释你的行为 那你这个未来就是稀巴烂 确实 这男的说的特别对 再找不着你这么好骗的了 是真人心话 他再也找不到你这种脑子了 我们直播这么长时间 像你这样的我们也很难遇 真的 我们也是比较 觉得惊讶啊 好吧就这样啊 拜拜 哎你们你们这种啊 真的父母啊 就要承担巨大责任 知道吧 这样的父母要承担巨大责任 都教了些什么都不知道 把女儿教成什么样子了都不知道 脑子里全是糊 刚刚那个是不是要升个速啊 他这有升速通道吗 有 我真是要被气死 我天天听这种故事 真是脑衣血要发了 你们真的有女儿的父母要是在我直播间的真的 你们真的好好的把我这个直播间看一看 真的好好把我们这个直播听一听 真的要是被所谓的什么啊 年轻啊帅气啊 是吗 这个那个的男孩子忽悠了青春 这个东西嘛 没有那么严重 知道吧 你说被这一种你是不是吃吃苍蝇 真的是吃苍蝇的感受是不是的 又老又穷又坑 所有我们的直播间真的 我们直播间哪来的剧本呢 这剧本都编不出来 这这又哪编得出来呀 你这要突发什么样的想象力 你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人物 还有这好人物 是不是 还有这样的女生呢 唉 来到没有关注的网络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受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经贵的关系 进经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哼哼哈哈 十点半小课堂的宝宝 左上脚头下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死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真的 这要是有女儿的人 在我直播间里面听 这真的要气吐息 一共情就要气吐息 是不是的 你这是父母怎么当的 这父母都怎么当的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男嘉宾B是尾城外的 在一起两年了 他们两个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出去吃饭 大家玩在一起很开心 所以你们整个关系是open的状态 是吧 是 好接着说 今年开始了 就是学习的金贵的关系之后 我就开始很努力的给A跟B 两个人情绪价值 然后从A身上拿到的财政大券 从B身上拿到的信用卡 现在每个月实际工作的天数 大概是四到五天 其他的时间都在和男嘉宾们出去 约会旅行 嗯 本来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开心 想说自己年轻有为 但是看了这么多曲曲之后 我就会满身技能无重发挥 只有两个真的是太少了吧 哈哈哈哈 你们千万别 我已经开始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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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要被关了 等一下 哈哈哈 然后我就开始副业做娱乐直播 但是四个月才占了二十 我猜应该是因为我外在条件只有六分 但是因为我做娱乐直播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嗯 但是只剩了二十个 比我的本业差的非常多 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能量 强温区区有没有建议的未来方向 消耗自己能量就不要干了呀 那干了干什么呢 对不对 好好好搞自己的主业呀 你如果说真的想把这些技术得到更好的锻炼的话 你是可以玩软件的 以你的 以你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玩软件 然后在软件上面去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直接就是重点的去培养 比较好 而不是在直播平台上面 直播平台上面你没有竞争力的 可是我现在就是玩了软件之后 大家看到我的脸大概也知道我是谁 就是知道我是干嘛的 为什么呢 而且就是男嘉宾B是公开的 就是大家知道的 我不太懂 玩软件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软件上那么多人 大家就会说 你是那个谁谁谁吗 这样 你这个B是明人 我我是明人 你是明人 一小网红小小的网红 你不是说你直播都挣不到几个米吗 你怎么还成明人了呢 就因为因为有B吧 我不太懂不太理解 大家都知道我有公开的 的版 所以呢 所以大家会记得 所以直播挣不到钱了 为什么你大家会知道你有公开的这个人呢 他是怎么怎么让大家知道的 其实就是搜寻我就会发现有B 你竟然跟他两个人合影po出来吗 还是什么意思啊 对 我们两个也是一起经营的自媒体 那你不要干自媒体了呀 你都不说了 这个东西不正米了 你还干啥呀 我自媒体每个一年的话 大概是200个到400个左右 所以说你开娱乐直播跟你做那个自媒体是两件事 是两件事 你做自媒体是靠什么证明 靠广告吗 靠 卖短视频 卖视频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你就是可以考虑 你无非就是说啊 什么一生技能无数发挥这个事 我觉得玩软件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这个信息差是很大很大的 你所谓的那个级别的所谓的小网红 其实90%的人都是认识不到的 你是有点就是信息偏差了 那你说如果出来做直播啊 人家可能能看到你的一些公开信息 但是如果你认识的渠道不是直播 如果认识的渠道是软件渠道的话 别人是很难知道的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软件的 它的就是付出意愿 玩软件的 就是聊天啊靠聊天啊 就是靠聊天啊 也很难见到面呢 为什么呢 我不住 我不住内地 你在哪里就可以都可以啊 这跟你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 好的那我知道了 嗯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去去去 嗯 我哪是火到弯弯呢 我全球火 我们现在有好多客户 是从国外的那个视频网站上面找到我们的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发的 反正就是 哈哈哈哈 真的 我们现在是全球火变全球了已经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走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哼哼哈哈十点半小课堂的宝宝 左上角头上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司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啥我又要上热搜了 能不能不上了呀 咱现在不想上热搜了 我收回我前两期说的话 前两期我还在说我想上热搜 我现在不想上热搜了 可别让我上热搜了 我要上热搜 我以后不知道我要怎么怎么经营了 现在是直播真是闹的 那我们以后只能这样了 我们以后从下一期开始 我们就只连正能量啊 就是只连 我们从下一期开始只连 这个正能量的麦 正常关系的麦 我们不连那个非正能量和非正常关系的麦了 从下下下下一期开始 然后我们先 把这阵子先过过去 我们先把这阵子过过去 再说好不好 我们先避避风头 避避风头啊 然后其他的人 你们就直接到我们那个 到我们那个EV那里去好了啊 来下一个 你好 你好 你说 好听得见是吧 啊 我的那个 那个 那个就比较 惨了 然后 就是我跟你是老相 嗯 特别喜欢听你讲话 然后 基本盘说一下就是 我是围内 然后老公呢 就是 找小C 然后有两个娃 然后 我的容貌呢 就是周上 工作呢 就是体制内 然后但是工资也不高 然后他之前就是做工程生意 然后就我就 通过我家的人啊 其他的一些方式 给他借了差不多200个 借了他200个 然后他自己手上大概 现在也欠了大不大 不该五六百吧 然后 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 要跟我说要扯证 要 非常坚定的 要扯快乐症 然后我就知道 他有了小C 然后 然后我后来看他手机也知道 他 大概是不止一个 好像是有两个 然后 当时的时候就说 要 要给房子给我 然后给80个给我 然后现在的话就 到现在拖到现在 就从年初到现在 我们俩拉拉扯扯到现在的话 就说也不答应给房子了 就只给70个 然后我就说 那里孩子我也肯定就是不带了 然后现在我就想问的是 然后我现在留下来 就是之前我走过一遍 走过一遍之后 他回头找我 找我答应的是 他好像是因为孩子没有人带 然后他就 说每个月答应给我2万 然后答应还我的那个信用卡 其他其他班的一个月大概有4万块钱 然后 现在我就 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搞 怎么拿钱 是怎么扯 这个 他外面两个是什么情况 是干嘛的 他外面两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另外有一个就是打得很火热的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 挺上班的上班的 然后条件也是离婚带一个娃 注意一下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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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经扯正了 就是带一个娃 然后长得非常的一般 嗯 那么完全没有我好看的那种 嗯 那个呢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比较有米 但是好 但是那个我能感觉到他 他自己不喜欢 嗯但是给他什么物质支撑吗 可能可能就是两个可能都是借了他米了 但是他从来也都是说借就是会还 但是就只是也没有说白给 嗯 你这个事首先 我觉得你 你这个事首先得去闹一闹 闹一闹 我不敢 嗯 因为我有东西在他手 你怎么说呢 你很惊讶 对不对 我但是 你有什么东西啊 嗯怎么说就是他欠我很多 所以呢 所以呢 然后他我每个月你刚刚不是说四万吗 其中有两万都是贷款 他每每个月需要他来 还这个 不是的 你如果说你你是这样子的 你只有让他觉得你威胁到他外部的这个经济支撑了 他才会觉得要迅速的妥协你的条件 去结束这个关系 否则的话 当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胜券在握的时候 他只会按他自己的节奏来 他如果一直按他自己的节奏来 那你是没有任何动弹的空间的 我现在就是非常被动 然后他觉得现在就是很 我跟你说就是得从他觉得轻的那边开始下手 现在他不是两个吗 一个能给他更大的物质支撑 一个给他小的物质支撑 那么就从小的这边下手 小的那个是他最喜欢的 对先从这个下手 先从这个开始闹起 这个先闹起 让他知道 如果说你不给我一二三四五 赶紧给我解决掉的话 那么我再闹你大大的那个 在我们两个人没有把这扯完之前 我还有这个身份 如果说你后面还有三号选手 四号选手 我都会用统一的方式去对待 就是这样 你只得你只能让他觉得 你会搞得他那个盘子都玩散了 他才会觉得 哎呀那我就赶紧给你搞了吧 你就说现在肯定跟他是没有什么 回头路车了 他现在已经就是 就是已经就是非常 就虽然在我面前没有承认 但是我知道他也 他的外面也就是出双入对 这没有意义 你想干嘛 你要干嘛 你要挽回 那不就急了吗 不要谈这些有的没的好不好 你是你现在无非就是谈一个利罪的话的问题 但是利罪的话 首先你要能牵制到他 你不能牵制到他 你谈这个利罪的话 那不扯白呢 他当时我今我这次已经跟他谈了 他就是答应七十个 然后七十个 然后说我说那九月份之前 你呀不停的退让 不停的出让底线 那他就会不停的压榨 那你别想要了 那你就赶紧答应他的条件 赶紧就扯呗 那你房子房子也别想了呗 什么都别想了呗 你意思是闹一闹的话 他有可能把那种房子给我 当然了 按照最先我们谈的条件来 我现在这条件我是不接受的 你要出去潇洒了快活了 你要去找更能够给你提供米的人了 首先你得跟我把这个身份搞明白 对不对 否则的话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饿死 就这么简单 我也不指望你在外面搞米 反正你搞了米跟我也没关系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饿死好了 对吧 他会不会把他搞烦了就是 啥也不给了 他要不给是要有前提的 对不对 他跟你之前还是这个关系呢 啥也不给啥也不给 就算走正常的流程速你总得有 啥也不给 他我觉得现在对他而言 他跟我仇指这个阵都不重要 我就觉得他就是现在拖着我 他拖着你是有目的的小姐 他拖着米是为了少给钱呢 你说啥呀 我知道 所以我就说我怕我闹起来的话 他是不是也不在乎 他在不在乎你闹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你总有个口子撕吧 肯定是这样的呀 你就去找那个他喜欢的那个呀 对不对 我觉得跟他面对面的谈 不是面对面的谈 直接去他公司找他呀 直接去闹啊你说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找我老公啊 你谁呀你哪位呀 直接上门呢 对不对 首先让他难看呢 让他难受啊 这个事不就得报吗 你这个男的他得不舒服啊 这女的得找他呀 找他他不就不舒服了吗 他感受到不舒服了他才能思变呢 他老那么舒服他怎么能思变呢 那孩子的问题呢 孩子的问题你问我呀 那看你自己 他是不是个多偶啊 是啊 好的好的 还有问题吗 行没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行谢谢 你们很多人就是把对方的 饿呀想的太大了 我跟你们讲 这个世界上啊 90%的人 其实他都饿不到那个地步 我跟你们说 你们信吗 90%的人 他其实都饿不到那个地步 真正他能饿到那个地步的人 他基本上已经非常成功 非常登峰造极了 或者说他已经进去了 绝大部分的人 他处在这个社会的中游地带 就是因为他方方面面都很中庸 他都有胆气 都有害怕 都有恐惧 都有贪婪 他所有东西他就是断不了 戒不掉 所以说他就在中游徘徊 知道吗 90%以上的人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就是 你要比他显得稍微的恶劣 那么一丢丢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你只需要稍微比他恶劣那么一丢丢 要不然的话那你只能任人拿捏了 那怎么办呢 你前怕狼后怕虎的 这也怕那也怕 这也不敢搞 那也不敢搞 那你只能他想怎么搞 这怎么搞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不对 没有谈判空间了嘛 是不是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了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哼哼哈哈 十点半小哥堂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 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好 下我的那个 我打开我的草稿 不好意思 网上哈 我有看完你所有的那个 你你你旁边一直有杂音 你不要动啊 好好好 我有看完且反复看 曲曲的金贵关系 然后对曲曲在男女关系的理解 做到这么理性深刻 其实我是很仰慕的 就一切都在心中 所以说我长话短说 说我自己的疑惑 跟基本情况吧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是想理性的知道 我的条件能适配怎么样的人 然后是否需要对对控 我的基本情况是 年纪29 然后身高165 体重98 样貌身材8分 独生旅 学历普通大学 超一线城市生活 年入到手100个 自己有车有房 家里新一线城市做小生意 资产3000个左右 家里不是我的负担 甚至有时候我的米有点紧的时候 还能给我帮上忙 就这样子 嗯 你条件很好呀 那如果 就属于我的问题是 我能大概能配得上怎么样的人 然后是否需要对对碰呢 对对碰呢 对对碰啊 你现在是不是有比较强的婚练诉求 嗯 我觉得是的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直接拿米出去搞高端的对对碰就好了 嗯 有推荐说就是大概多少的才靠谱吗 这个没有 没有推荐 好的 然后就是 因为我基本我 我第二个问题继续问吧 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 我在给人的外在形象是女强人 然后感觉不缺米 嗯 怎么给对象要米 然后我谈的恋爱算不算是白批 然后我的恋爱基本上都是对方批刹 然后分开的 然后我的情况是 我谈过七到八个对象 然后其实基本上家里面条件或者自身钻米的能力都不错 因为我是那种一开始卡条件符合我框架且有感觉的 然后小付出之后表达诚意才会在一起的 但是在一起之后呢 除了情人节生日会付出3w左右的礼物之外 其他释放约会花销之外就没有再付出了 嗯我想知道是我选人问题还是我不会引导 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呀 你是走婚恋路径的这样子就可以了呀 你你又不是搞大佬干嘛的 就是这样子是合适的 对呀没有问题啊 好的好的因为呃 他都是批刹分开的 我有时候在批就是批某A 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问题 是第一次批刹就分开了 还是说有过多次 呃开始的时候就是最早 年轻的时候对象批就是批擦多次 然后我原谅了后面缠多了之后 一批擦基本上我开始是会妥协 但是其实男生自己都要要分开 所以我就一直其实很迷对感情这一块 就是自己赚比是OK的 但是就是感情很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两个人的相处你要 他可能有很多点位他都出现了问题 但是呢在当下那个情况下 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很重要 而不是说所有感情不是说我走到最后那一步了 掰了我再去复盘的 而是每一次发生让自己内心不舒适的感受的时候 就要开始复盘 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每一次你的内心不舒适的时候 你都有采取一些措施或者方式 我基本上我感觉我对框架很差都会忍 对你看啊有很多点 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只能说有一些点位有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你在两性关系里面 平常的就是两个人相处没有矛盾的情况下 你会不会显得比较强势 不会 不会 后面学就不会了 啊 后面经过学习就不会了 开始年轻的时候会 就是说就是说有过这种可能性吧 我现在就只跟你盘可能性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点位上 可能你强势 可能你不给台阶 这是可能性 还有更大的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个问题 叫做我没有框架 就是什么呢 我在每一次当当对方发生了一些 让我觉得无法接受的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采取非常严厉的惩戒措施 而是直接选择了原谅 这些点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在两个人刚开始他还很在乎你的时候 你没有把惩戒措施做到位 或者你没有摆出坚定不移的要离开的姿态 我们一定是坚定不移的离开 然后对方疯狂反扑之后 然后再拿出惩戒措施 这个事他才叫一个完整的处理矛盾的一个方式 明白 如果说我从第一次开始我就让对方觉得无成本 然后呢 就是就被容忍了被原谅了 那么他一定会在这个点位上面反复突破我的底线的 那像我所说的就是我以上所有交的男朋友 其实都是正常的也不算是付出的少是吗 只要我是走婚恋的 对的 明白明白 那我基本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最近遇到一个男嘉宾 然后我想知道是否跟他疲惫 然后是我不会引导付出 还是把我单于怎么样推进 两个月前我认识一个男生 家里是操一线的大苹果 家里资产起码是上一个小目标的 年纪比我小两岁 长相别人的眼里面 富二代算是帅气的一米八六 家里有给米 自己从事是灰色产业有赚米 具体有多少米不清楚 平时吃饭花销大方 就是有听他说最近努力存米 连莫换勞斯莱斯加手表大概一千个 对方就是对我的聊天是热情且有点直男 但是总是卡在聊天的阶段 就是本来大家都是在超一线城市同城 后来他爸可能快不行了 然后他回去了另外一个距离 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超一线城市定居 搞可能继承的事情 加之他灰惨出了问题 他不能离开他现有的城市 其间有叫我去找他玩 我也去了 吃饭跟饭后都安排的很好 就是第二天我有事情要回公司 当晚我就要回去了 没说我出去 没发信息 就更也没说安排好了 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发信息 说喝多了 回去之后也有继续聊天 但凡有断一天 他就会问我人去哪了 我就说我不上场聊天 我比较喜欢见面 且说了见面的话 我来到他的城市 不管是留还是走 他会给我安排好 我才会考虑是否去的必要 他说懂了 后面也没有推进见面 但是依旧聊天热情 但是我就后侧没回了 因为不想当免费的客服 他也没有着急确定关系 就这样子 嗯他有别的对象呀 这很明确的东西啊 还有这种人要了干什么呢 家里都出问题了 做的就是灰灰 这种人根本就没有搭理的必要啊 嗯他不理说灰灰 但是他家是大苹果 但是他爸也出问题了呀 他爸挂快挂 对呀那你还谈什么呀 他没有靠山了 他是个屁呀他 就是他如果继承的米也算 也也不行 他自己现在都要 在一个城市 他动都动不了了 你还走下坡路的人 有什么好搞的 明白 然后我还有一个堵的问题 不好意思 最后一问题是我先有的圈子 档次其实还挺ok的 就但是不知道怎么利用 我的圈子适合谈婚恋吗 还是只适合搞大佬 然后情况就是我之前有买过超跑 然后也有加入过超跑俱乐部 也有读mba 接触以后发现都是工薪阶级 就是还不如平时出来玩的 然后身边的闺蜜也是不乏超一线 身就是城市的就是天菜 或者是女网红都很能搞你啊 你正常走个婚恋吧 你搞什么呀 你能走婚恋就走婚恋呗 干嘛 要换赛道了 换大佬赛道 能大佬赛道 也就是很挤很拥挤好不好 就意思说我就更常走就好提高一下自己的相处时候的发现下问题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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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看啊 就你拿你刚才跟那个男生的这个聊天的状态来说 你还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人 嗯 你的被动其实是减分的知道吗 我们说指料不追指料不追啊 就是说对于任何的我看得中的男的 我一定是表现出非常的热情 然后释放无限的可得性 我在言语当中就是极尽的展现女性特质 然后起码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得让别人上头 你才能谈后续 聊天都没有办法让别人上头 你没办法聊后续 但是就是不要说有免费当客服的心态对吧 不是免费当客服 问题是你病 就是说白了你还真的就是个客服 因为你的来来回回的就那个言语之间那个东西吧 他不调动情绪 动 我们是什么呢 我可以不跟你聊天 但是我但凡一跟你聊天 我都能调动你的情绪 调动情绪之后 如果他还是无动于从就测 多多调动几个不就完了吗 那就是说不要跟他断还是继续聊 就不要说直接撤了 因为他也没有干嘛 哎呀这个男的不行 好不好找个正经人 这男的不行 那如果按正常情况 这个男的其实我能配得上吗 就不说他走下坡路正常的话 没有什么配不配得上的 我觉得这男的不行 这男的不行我觉得 就如果他家里面是一个小朋友 没有如果 我觉得这男的不行 好不好 我们不预设问题 这男的不行 行 非要说不行不行 你非要搞搞什么呢 不是我是预设同样水平的 不是走下坡路的 同样水平的 找正常行业的没问题 他找他这个就不行 有什么好聊的呢 你的条件匹配什么都没问题 不用琢磨这么多好吧 因为我经常PUA 我自己我感觉自己 好像配不上别人 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你的条件找什么都可以 行懂了 谢谢去去 好就这样 不要觉得那男的跟你说个什么 哎呀我年底要买牢了 我要搞旧了我要搞那了 突然之间他就在你面前 一下子那个人物形象拔的很高 这是我跟你们讲的 他就花了个买经济舱的钱 你不要让他进头等舱 怎么着呢 他坐经济舱 他跟你聊天 他说我跟你讲啊 我是有私人飞机的 是不是 我上市公司 我私人飞机 我这个那个的 然后呢你就说先生 那麻烦您挪步到头等舱坐着吧 有这么个玩法吗 他买什么东西 关你屁事 他买什么东西写你名字不 真是的 你们总是 我就听不得哪跟我聊这个天 再加上他还什么做灰灰的 还什么爹爹快不行了 什么 靠山都没了 自己又做灰灰 完了以后什么 这劳大劳的都是个饼 我都听这东西 你还让我判断 他跟你条件匹不匹配 有啥匹不匹配的呀 他就是个路人甲 是的 个路人甲 还要来问我给你条件匹不匹配 你们总是就是 一个人 戴了个名表 穿了个logo 搞了个豪车 一下子就觉得 先生你 你真的 你是有身份的人 你不能 你不能在头 星期堂坐着 你往前挪一挪 别人票都没买 往前挪一挪 你说像你们这样做生意都得 亏的裤子都没有穿的了到时候 真是 哎 他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是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盘 加个粉丝盘 加了粉丝盘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E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哼哼哈哈 十点半小课堂的宝宝 左上角投降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啊 来下一个 我跟你们说 越是这种喜欢画饼的 搞光环的 越是要对他展现出一种蔑视 听我的 知道吗 只有那种 肉埋在饭里面吃的男人 才值得你们一上来就追捧 知道吧 因为这种男的 他就是那种 不会把米投投自在自己身上 那么他就更有可能 把米投入在女人身上 这种喜欢把自己包装的 跟个孔雀式的这种男的呀 你就应该对他展现出 无限的蔑视 发消息直接不回 知道吧 发消息直接不回 他什么吃火锅吃串串 直接就说那晚上我吃不了 拉肚子 就行了 懂吗 对待男孔雀 就是这么个搞法 知道吧 就得让他一上来就知道 你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用 如果你想做头疼操 麻烦你买票 就是这样 找谁啊谁啊哪个 行行行连下一个 哈喽你好 好 能听到吗 听得到你说 稍等我打开一下稿子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我现在三十六很快三十七在国外生活 那是世界前一百亿 学校的硕士毕业 目前是在精进行业工作 也有副业 年收入大概是七十个W左右 在海外房产两套价值七百五十个左右 有贷款 限迷五百个 颜值的话大概七八分 一直都是笑话 追求者也特别多 所以对婚姻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然后以前家里是很有米的 父亲有十几个小目标 但是几年前家里遭遇了严重的变故 就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人间 现在有个交往的对象是42岁 扯过快乐症 有两个娃 资产大概一千多个 我们交往了三个月 他是个好爸爸 每周带孩子四天 其他时间陪我 但是我还是觉得陪伴我的时间太少 因为有两个娃了 他未来也是不想生娃了 因为刚扯过快乐症一年多 短期也不想再进入围城 他平时对我呢 是非常细心照顾 包入我的情绪 付出的意愿也很强 虽然我对围城和生娃是没有执念的 但是还是希望能有 那现在我是跟他提出暂时分开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能接受 把我未来有娃的这个可能性断了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不知道要不要彻底放弃他 那他这边也是在等我的决定 然后现在是另外有两个选择 都是在追求我 都表达未来是想跟我进入围城的 也都是想要娃的 2号男嘉宾呢 今年是35岁 没有进入过围城过 家里资产估摸是2000个W 有个妹妹 但是个人的资产呢 就属于有车有房有贷款 但是估计没什么太多存款 收入我猜大概50个W左右 男三是45岁 也是扯过快乐症 有一个男娃 然后是女方带 所以她是不怎么带的 然后资产估摸是1000多个 收入大概一 哈喽哈喽听不到了 哈喽 哈喽我听不见了 喂 哎接着说 听到 接着说 不知道有有 怎么抉择 你刚男三我没听到 啊男三是45岁 扯过一次快乐症 然后有个男孩是 啊前面前任在带 然后大概年收入150到200之间吧 个人资产1000多个这样子 就是就是这 这么个情况 反正男一不行 反正男一不行 我们做排除法啊 男二男三看付出意愿 谁的付出意愿强 就可以跟谁 男一是百分百不行 嗯 很简单 人就是人 人就是这样吧 嗯 喜欢的也就是男一 我知道啊 但男一肯定不行啊 啥都给不了你 啥都给不了你 而且还会让你变得 莫名低位 莫名低位 就是你明明不应该低位 可是你却会在这个关系里低位 这个就是把自己的价值评估 无限做低的一种表现 会让自己陷入到负能量的状态里头 没有信心 这是非常不划算的关系 嗯 哎是 男二男三随便 谁付出意愿强就谁 都可以反正男一不行 好吧 明白明白 嗯 那 请问我大概就是之后就是找 如果想进围城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向去找 找愿意跟你进围城的 这是第一 哈 对不对 上来首先表达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里边就是看 谁的付出意愿强 谁的责任心强 就可以了 你自己收入也不低吧 一年大概70个W吧 对啊 你收入也很OK啊 自己原生家庭的背景方面面的也挺好的 对不对 你现在找这些男的也很普通啊 一个二个的 不过也就是个小千级的身家水平 很普通啊 很就是这种人对于你来说你是可以随便选的懂吗 不要那么的 哎呀我该怎么样我怎么样 好像我还得怎么怎么招他一样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你那个自信去哪里了 年纪大了可能 哎呀我跟你说人是这样子的 从感性层面上来说 可能我会觉得自己年纪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要知道从理性层面上来说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匹配一个更高价值的对象 是 你在他们眼里其实就是一个高价的对象 你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你要抵抗自己的感性 是 就是挺难的 其实就是原来原生家庭是很棒 但是现在之前不是有说就是 那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那他们不也就一两千个 真的是 你们家怎么着是上十个小目标的 那瘦死骆驼不比马大呀 这 这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跟你说你要这么想问题 就你有过这有过这种家世背景的人 你的认知都不知道比他们高高多少 真的 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的认知就已经碾压他们了 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事实 不是说自我安慰这个就是事实 明白 明白 好 谢谢去去 好 对还要跟你说个表个白 我是你的中粉 然后呢 我看到平时有一些博主 或者黑你呀抨击你呀 我是一定会在下面留言问你说话的 好的 那你肯定已经被拉黑过很多次了 好 谢谢啊 好 拜拜 拜拜 女人太 哎 真男的就是 为什么男的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自信啊 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就是中国式的父母啊 他们骨子里头 他们就是那个说实话就是重男 所以说呢 他们就会给男孩投授特别多的关爱 老是夸他 知道吧 男孩子尤其是独生的男孩子 特别容易被夸奖 被赞美 从小 哎呀 那就是个什么玩意儿他都要夸他两句 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也就是一个闪闪发光 你知道吗 就是好多家长 但凡他是个男孩子 他都要觉得 哎呀我们家儿子怎么怎么着 真的就是这样 其实啥也没有屁也不是 但是就是还是会给他们无限的套价值上滤镜 但是女孩子就不行 从小给你竖规矩知道吧 什么裙子短了不能行 这个不能行 那个不能行 说话不能大声 这个不能 然后给他的规矩啊 条条框框的东西多了以后 然后他慢慢慢慢慢慢的 他就形成了这种思维模型 就总觉得我要按照某一种方式来生活 但是男孩子脑子里没有太多这个东西的 我要按照某一种方式来生活 其实男孩子很少 对吧 男孩子绝大部分的时候 还是我心我素的多一点 来当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加了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参加我们哼哼哼哼 十点半小课堂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啊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 你好 哈喽 你好 默 默 默默 诶 断了 哈喽 你好 哈喽 你好 哈喽 你好 诶 有回声 你好 有回声 重新脸 哈喽 你好 重新脸 区区比之前好看了 其实不是我比之前好看了 是你们更爱我了 你们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知道吧 好多人是硬生生给我看顺眼了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我这张脸贼拉烦的 結果看著看著看著突然之間覺得 怎麼還有幾分姿色了呢 是吧 hello你好 hello你好繼續可以知道嗎 可以你說 我看你我就是 也不是認識我有點緊張 就是看到你三年了然後很喜歡你 然後我說一下我的情況吧 就是我是我是來自農村 然後就是現在就是在深圳 做直播然後在老家市裡面買了一套房 現在是22歲 然後年收入之前在二三線城市的時候 是40到50個 現在在一線城市就是有60多個吧 然後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的學歷比較低嘛 我就想我要不要去提升一下我的學歷 你剛剛說你多大 22歲 22歲想幹什麼都可以寶寶 你現在有任何一個想法 只要是跟向上生長相關的立刻去做 不用猶豫 但是我的學歷就是比較低嘛 就是初中的那種 然後現在可能直接去考那個本科也考不上 但是要讀的就是國外的一個三加一 沒問題 但是它學費就是應該是20多個吧 沒問題啊 你20多個很便宜了 這已經很便宜了 現在不能去那個啥緬北那些地方 咱們不能去那些國家 現在你這漂亮小姑娘蠻嚇人的 就是在國內讀三年 然後在韓國一年的這種 我不知道這種對我有沒有用 然後 但凡是學習都是有用的 而且你是拿著你自己掙的米去做這件事情 我認為它一定是有價值的 但是因為我買的房之後 然後現在手上只有十幾個 然後可能要找我借十幾個 借啊 你現在不是做直播嗎 對呀 但是我要是去學習的話 那你就先把這個米裝出來了再去呀 但是九月份要開學了呀 等明年呗 明年 對呀 招什麼急呀 手上有米再去 明年又又又大了一歲 那怕什麼呢 畢業出來可能要是七歲了 依然還是年輕的呀 哦好 就是我要是學這個對我有什麼提升嗎 我想不到 你過去這麼多年沒學習 你感覺怎麼樣呢 是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知道了 就是因為我直播的時候遇到了一個人 他一個月的時候給我刷了三十多個吧 然後後面見面了 嗯 然後就是我們去酒店了 然後後面我回來之後他一直給我發信息 但是他不會給我刷禮物 然後我在想 哎呦小姑娘啊 你真要出國了 你不是跟人家訴訴苦啊 但是我覺得他是就是那種套路很深的 管他呢 你在直播的過程當中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大哥 你還年輕 你有向上的努力的這個訴求 很多人都會很支持你的 而且你這個費用很低啊 才二十幾個W 因為我父母的收入就是也很低啊 一年可能就八九 跟你父母有啥關係大姐 跟你怎麼聊你父母那去了呢 我 就是還是要自己去提升 我要你跟大哥提 哎呦我的媽呀 我但凡那個話不跟你們說成大白話都聽不明白 你們這直播間我不直播間不瘋那見了鬼的 好我知道了 因為我還在想前面那個問題就是說提升去學習 是去學習學習 你這不是說要學費嗎 你也找你姐姐拿啥呀 你這 好好好我知道了 謝謝曲曲 就這樣拜拜 沒有別的問題了 謝謝 我每次我稍微的想把這個答案給你們略微的包裝一下下 是不是 這樣的話能稍微的把我們直播間的風險係數搞低一點 不行不能夠 標點符號不解釋那都聽不懂 怎麼這麼難呢 怎麼這麼難呢 哎呦我受不了了呀 哎大家沒有關注的我總是點關注啊 沒有加粉絲盤 下個粉絲盤 就像你們這樣做主播一年還能挣六十幾個 真的是 老天爺給飯吃知道吧 就這都聽不明白 幹主播一年還能挣六十幾個 你腦子一點都不活泛 你這人跟人真的差距真的很大 所以說你真的應該去讀書 要去讀書是對的知道嗎 增加自己的這個理解能力 來沒有學會金貴的關係沒有金貴的社群 或者是想找我們EV 或者是想預約連麥 或者是參加我們哼哼哈哈十點半小課堂啊 或者是害怕錯過我們直播的寶寶 左上角頭上點開到我們首頁粉絲群 找不到粉絲群的寶寶 後台思误我們下播以後回复你們 來下一個 下一個下一個 我有個想法這個腦子做主播能挣好幾十 是不是說明男人沒啥腦子 男人不是沒腦子 男人 他的屬性就決定了 他容易被女人搞腦子 知道嗎 男人被女人搞腦子 女人被男人搞腦子 這個不就是 這個不就是這個世界生物的底層規律嗎 對不對 只要你找到了命門 男的被女的搞腦子 女的被男的搞腦子 就是這麼個事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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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替發票的是吧 對 對剛才掉下來了 好你說 嗯 我換一個地方 現在聽得見嗎 可以的你說 嗯 是這樣我先接受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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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了 超一線城市 然後畢業於超一線城市的 哈嘍 你接著說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著說 畢業於超一線城市 數一數二的大學 然後呢 也在超一線城市電視台 擔任主持人 制片人這樣的職務 我今年35歲 然後長相身材都在線 八分吧我覺得 就是我整體給人的感覺 就是知性美麗 然後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就是任何行業都懂一些 就是跟我聊天的話 就是跟我聊天的話 可以說 都懂一些皮毛吧 就是是應該是屬於 比較能夠提供情緒價值的 這樣子的一個類型 然後父母也是高支家庭 然後我今年35 在我23的時候認識我的前夫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6歲的男娃 然後前夫是一個小二代 嗯 應該腦子是不錯 因為我找男朋友 我都非常看重學歷 但是呢 他就是沒有 並沒有把他的優勢用在工作 或什麼 所以他基本等於是啃老 爸爸比較有錢 然後今年我們扯了快樂症 原因是從娃在一歲的時候 開始他就有皮剎 那我其實當中努力過很多次 然後我因為星期也比較高 同時我的工作的就是關係 誘惑也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也有皮剎 那前夫知道他是 他是今年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可能男的就是比較難 忍受這樣的事情 就是可能這個跟去直播間別的 案例不太一樣 是我們是這樣子扯快樂症 然後呢但是考慮到小孩還小 所以我們還住在一起關係還融洽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前夫現在有了新的紅顏 這個女生基本面吧 我覺得一般也不能說差 但是也沒有多好 比我小五歲 現在外面這個女的就是非常 想給他代求 就他們才認識一個月 但是一個月就是現在可能上 不是就是我們這個城市 可能有些女生就是看到一個 他認為他是小富二代或什麼 就是非常想要搞定他 然後但我前夫跟我說的是 他不會再進圍城 也不會再想代求 因為他現在覺得這樣的狀態很好 對吧 他又有娃 然後呢又單身又自由 那他想跟誰談戀愛 談戀愛他覺得很不錯 但是他可能在這女生面前 不是這麼說的 那我也擔心他就是時間長 會有上頭或者是有一些意外的發生 那我知道我現在跟他是合作關係 我不應該對他有這方面的一個約束跟想法 但是我最大的困擾是我的兒子 就是我的小孩 我不希望他的未來會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然後我也不想讓他再進圍城 或者是他再有別的娃 那或者是在別人身上投入很多 因為他啃老是因為他爸厲害 那我兒子不說他啃不啃老吧 他並沒有他這個優勢在那兒是吧 他有多少他是現在看得到的 未來的增長也是看得到的 我不覺得就是他會有更大的突破 那麼我現在應該就是我應該怎麼做 我是應該對他冷淡的還是應該博取他的同情心 照顧心還是讓他意識到他可能現在上頭 但他未來可能圍城都是一樣 就是還是因為他我怕就別人用點花招 然後他就就是徹底結束了我們現在這樣的關係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現在也有新的追求者 就是也是工作關係認識 也是一家比較不錯的企業這個創始人 但是他也有兩個小孩都比較小在國外念小學 然後他是單身的狀態 就是我因為這個感情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雖然是他先筆沙在前 但是我自己也是有愧疚 然後包括我現在對我打擊也很大 所以我現在對這個談戀愛啊 或者是對這個男生 我就沒有太大的興趣 我也不知道我覺得應該找什麼樣的人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像我再認識的人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之前的生活的整個條件 包括就還是不錯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判判斷這個人 是不是是符合我要求的 然後想問問看曲曲就是這兩個問題 首先啊你跟你家這位的關係 現在就是清清楚楚乾乾淨淨的 他可以有他的生活 你可以有你的生活 你所謂的我要讓他這樣不搞 我要讓他那個不能幹 這個東西是答不成的啊 這個東西完全是屬於你是自己一厢情願 這是絕無可能的事 首先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心態擺平 第二個事拜錯佛爺了對不對 你們家裡是老爺子說了算 又不是他說了算 你要是哄老闆 你要把老闆是誰搞明白 你你我你現在其實說來說去說半天 你知道給我什麼感受嗎 你給我的感受是 你說是想為兒子爭取更多的米 但實際上你根本就是在爭取 這個男人的注意力 你完全就是自己跟妹都沒有和己說白了 你包括你談到什麼啊我外面 我對別人沒有興趣了 我這個那個了的時候 其實本質上來講是什麼 是你自己原本的這個情感線呢 你自己都還沒有靈情 你沒有斬斷 你還在抱著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在這個裡頭 因為我們包括就是扯了快樂證 然後拿到的我也 因為我非常在意我的兒子嘛 所以我都去買了他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資產的一些保障 那我是先把這一步規劃好了 但是呢他其實他們身上 他們家裡應該還有個 我再說一遍 老闆要找對人 好不好 你真的想要米 不重要啊 哎呦小姐啊 不重要啊 你幹嘛呢 你現在是需要什麼 什麼哎呀我還要作為一個 什麼什麼媳婦的身份嗎 我不是啊 我就是孩子他媽 我就是孩子他媽 我該討好誰 我討好誰 就是這樣 就是還是去討好公公 當然啦 這個關係是三條線 它是不搭尬的 我跟公公的關係 是跟公公的關係 我跟我家這個男的的關係 是跟他的關係 我跟別的男的關係 是跟別的男的關係 他三條線 他是不搭尬的 這個是米 從米從這出 這個就是老闆 我家這個說白了 就是我現在還沒有打算完完 我沒有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我沒有現在完完全全跟他斬斷 不來往的這個心理準備 那麼我就先把這個 當做一個非常好的男規密 處著就完了 我外面的事情 那又是外面的事情 我想要跟外面的構建關係 那麼我就對外面的人 我去示弱也好呀 給情緒價值也好 引導付出也好呀 他就說另外一件事 他本身他就是三件事 他就不搭尬 對就是給我提供了個新的思路 是這個我會 還有你要記住一個點 你現在跟你家這個人之間 已經沒有任何法律上的 從屬關係了 沒有從屬義務了 不僅僅是你管不著他了 他也管不著你了 請你不要因為預設了 哎呀我還能從他這得到什麼 所以刻意想對他表現忠誠 毫無意義 這我倒沒有 我的意思是我覺得 他 他他這麼快的對吧 有了什麼新的知己 就是別的女生也快30了 對吧 那個也快30了 人家不是會這麼輕易 輕而易舉的跟你談個戀愛 對吧 關你啥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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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女的不會是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就是不是我 就主要是我 小孩 你別扯淡 別扯淡 別扯淡 我們從來不在自己 無法更改的點位上面去動腦子 現在你們兩個人 沒有法律上的這個關係了 這個就是鐵板釘釘 且絕無回頭的可能 對吧 你覺得絕無回頭的可能 你看 你看到沒 這就是我一上來跟你講的 你的點到底在哪啊 你在找不切實際的情感訴求 這個就是我一上來跟你講的話 你說是說安慰孩子 爭取那 實則 你根本就沒有看明白 自己就是想挽回 你搞搞明白好嗎 那從一個家庭的角度 肯定是挽回是比較好的 但是呢 我其實從感情的角度 我當然是不想挽回的 我告訴你 你現在就是一廂情願 我還是這四個字 你一廂情願 因為你們現階段的關係 是讓對方最舒適的關係 對於他來說 他是完全沒有這種 想要往回走的 這個可能性跟必要性在的 沒有任何可能 能夠完成這個動作 對 如果你還抱著這種 完全不切實際的訴求 你就會很痛苦 因為我們所有的痛苦 來自於設置的路徑 最後達不成求而不得 你真是你完全在設置一個 扯淡的路徑 那我現在應該是 我很多朋友勸我 我應該趁著現在還比較年輕 資源比較好 應該把目光投向周圍 當然了 我說了 你覺得我這個 啊男的有點用 幹嘛 我該給情緒價值 給情緒價值 我也可以舔 我也可以哄 幹嘛都可以 但是我得把自己摘出來 是我做這件事情 是在幹嘛 並不是為了挽回 我做這件事情 僅僅是為了跟你維持一個好的關係 對吧 有的時候 還能稍微動搖動搖你的想法 但是本質上來說 我肯定是要開啟心情情感關係的 好吧 明白 時間到了啊 好 謝謝 我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看我聽你們講完了以後 我都 你們有些東西就是 就是不願意表達 是吧 哎呀覺得好難受好難為情 但實際上這個就是本質 女人就是這樣的 說來說去都是米 心裡想來想去都是情 一個個比一個蠢 真的 你們說是不是的 你們聽了我們的直播那三年 聽下來是不是這種感受 一個二個的都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有些女生上來就說 哎呀我難道要變成一個只看米的女人嗎 我心想你做得到嗎 你天天在這給我扯蛋的真的是 說起來我要 哎呀我們就是要那種 哎只看米 我跟你們說上萬的案例 在我們眼前過 這個世界上能夠只看米的女的 真的寥寥無幾 寥寥無幾 到了最後就是過不了那個情關 知道吧 真正能過情關的女的 她根本就不想搞慈禁 能過情關的女的 她早的牛 牛逼壞了 真的牛逼壞了 知道吧 嘴巴上開口閉口就是 爭取米啊 權宜啊 利益啊 其實呢 她心裡想的全都是 哎呀我還是得讓這個男人回頭啊 在那扯蛋的 自己完全都沒有辦法認清自己 你們自己都認不清自己 自己都不願意面對真實的自己 你說你怎麼能夠做出正確的動作跟決策 所以啊 你們啊 在扯快樂證之前來跟我連 知道吧 在扯快樂證之前來跟我連 我來幫你評估一下 這個事兒 你到底要不要順著對方走這一步 咱們千萬不要意氣用事 很多時候就是你意氣用事之後 一旦啊 你跟男的之間變成了這種不離家的關係之後 如果對方是經濟物質的掌控者 那麼就注定了 你最後悲慘的結局 除非我說了不離家除非是什麼 不離家這個行為啊 永遠是 有經濟大權的那一方受益 聽懂了嗎 今天你們把我這個邏輯啊 記住了以後就是任何時候記得我今天跟你們講的這句話 不離家這個模式 他一定是那個 有經濟大權的那一方 絕對受益 所以說 如果 在你們 在一段婚姻關係裡 處於經濟上的弱勢方的時候 千萬不要輕而易舉的扯這個快樂症 你們一旦輕而易舉的扯了這個快樂症 你們就很容易進入到不離家模式 一旦進入到這個模式 你最後就會發現自己無比之被動 對吧 法律上的這層意義的身份 一旦沒有了 你會發現你失去了對於這段關係所有的抓手 所有的抓手都沒有了 千萬不能進入到這個模式 這種時候 一旦你走了這條路 咱們就趕緊撤 趕緊走 知道嗎 千萬別在這耽誤功夫 趕緊撤趕緊走 就完了 跟他維持好朋友的關係是最好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該找誰找誰 萬一有一天 你在找別人 或者說把自己活得更神采奕奕的過程當中 激發了你原有的這個前夫的爭奪欲了 說不定他還有跟你重新建立家庭的可能性 跟空間 如果你一直依賴於這個關係裡面的物質供給 然後被他處成了一個不離家的模式 那麼你就會在這段關係裡變得非常的痛苦跟被動 這樣的關係裡的受益者只有經濟佔上風的那一方 無論男女 這個不分男女不分男女 如果是女的經濟佔上風是一模一樣的 經濟佔上風的那一方 他只要跟你變成了不離家的模式 那麼他就可以公開化的躲偶了 知道吧 公開化的躲偶 而且你在經濟層面沒有辦法對他產生任何的制約 你到時候情感情感制約不住 經濟經濟制約不住 你就從一個本來應該平起平坐的身份 變成了一個祈求者的身份 你想想看 你還有什麼主動權可言呢 這種時候還不如剛剛進行撤退 知道吧 願賭服輸 扯了快樂證不離家呀 來大家沒有關注的寶寶 左上點關注 沒有加粉絲牌加個粉絲牌 加了粉絲牌會收到我們直播提醒 我們每周直播三場 周二周六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 周四晚上六點到晚上十點 要學習我們經濟的關係 進經濟的社群找我們EV或者是預約連麥 或者是參加我們哼哼哈哈十點半小課堂的寶寶 左上角頭上點開到我們首頁粉絲群 找不到粉絲群的後台思 我們下播以後回覆你們 來下一個 喜歡我你們就多把我的直播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多給我們點贊 多給我們留言 另外一位 隨便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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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